一對母女在路邊才剛停好摩托車 後方一輛轎車 絲毫沒有減速的就直接追撞上去 富人整個連人帶車被撞飛出去 坐在後座的兒子因為準備下車 及時閃過逃過一劫 而停在後方的兩台機車和一台汽車 也都遭殃 其中一台機車的車主 看到住家前的機車被撞倒 趕緊上前詢問肇事者 沒想到肇事者立刻開車逃跑 事發地點就在新竹一分警察局前 肇事男子因不知名原因 自行撞上路邊停機車的母子 意外發生後 男子並沒有停下車查看 聽到路人報警後反而加速逃離 被撞飛的富人表情痛苦的攤坐在地上 救護人員趕緊搬出單架 上前確認富人傷勢並緊急送醫 至於男子為何會撞上富人 還有待警方進一步釐清調查 記者和孟前黃玉涵新竹報導